你在看的是... 你在看的是... 玩具TV 是TOYS TV TOYS TV ToyS TV ToyS TV ToyS TV Kennig來了? 還可以嗎? 你已經開電機了 是啊 開電機了 開電機了? 幸好沒有說錯話 我最討厭人說錯話 玩具TV第21季第3集 第4集 幸好監製在這裡 原來剛才開電機也不知道 幸好我個人比較單純 平時說髒話好像不是你的 監製 好 很幸好拿著他 叫他不要說髒話 Kennig來了真的很開心 沒錯 這次劈頭第一炮 Kennig Works的SamSam 請了... 玩具TV的Kennig 毛牌Kennig 沒有 請了這個藝術王子 Ricky跟我們分享一下 介紹一下 當然 其實就著Kennig SamSam的Series 都已經是耳熟能長 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好像是第八隻 第七還是第八 第七還是第八 我也忘記了 應該是第八隻 好 今次用了一個紫色粉色系 Astronaut 太兇人了 自從上次剛剛對上那隻 我最有印象就是Milk的Cross Over 你說拿著牛奶罐那個 文青版 頂的那隻真心棒 啡啡的 我真心喜歡 跟著之前還有一隻 好像海軍的那隻 對 海軍的樣子 沒錯 其實還有很多 特別是在 當時Kennig 去了銅鑼灣 簽名 就是這個黑色版 對 好像都是 玩具展限定的 其實都是一隻 我不要理 某程度上都算是限定的 今次這隻就簡單一點 簡單的意思是 實際一點 你直接去Lock on 就買到 即是Lock on版的限定版 沒錯 我們都說了 今次也是 P0 和Kennig Warsup的Cross Over 這隻Samsung Sorry 我現在才看到 真的Lock on 真的Lock on exclusive 好 不理了 有賣了沒有 聽聞有的 還有在Lock on 在Lock on的網頁上 都已經有賣了 是的 但Lock on的概念 就除外 是的 這樣 好 多謝你的資料提供 一開始就有一張 保用證 希望大家不用用 海綿一開 簡單方便快捷 其實這麼深的盒 有SAMSAM在這裏 是的 不過可能它的頭盔都很大 所以會令到它的盒 比較厚身 沒錯 所以我們都要暴力 少少請它上來 嗯 配件是有一支 魔幻槍的 魔幻槍 這個好像Moly 因為Moly也有一支 是太空人版的 好像Moly也有一支 類似的 像死光槍一樣的物件 嗯 裝模作給大家看 因為今天是單機拍攝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 先看一支 先看一支槍 看見本身也是用一個透明件 用一個珍珠色的照片 有珍珠白和粉藍色的 這次配飾也很少女 我想說你不少女的 我也有興趣看看 我用什麼混合都很爽 照計都 好了 先開槍 本身SamSam 它的可動性 好像玩玩具一樣 其實我們本身 就著Art Toys 不太建議大家扭來扭去 不過 也有藥杆的可動性 對 雖然後面有一個喉管 但也會 可以就著喉管 有限度的動動 當然 握一支槍 過癮一點 哎呀 那不相差了 看樣貌 沒錯 其實我們這些 說得很白 如果你之前有入到 SamSam的話 特別是這個 叫頭盔 眼罩 比較容易脫 這個就小心一點 最重要不要放那麼高 千萬不要掉下來 可以Close up 本身SamSam的樣貌 也是有它的招牌的藍眼睛 對 招牌的特利 對 招牌的勾頭髮 對 灰髮 這件衣服也有透明件 很漂亮 好像有氧氣瓶的儀錶 對 用了透明件 當然有Canisworks的標誌 對 我看到剛剛你轉一轉 給觀眾看 原來手袖也有原機 就是Free Zero 這樣賣廣告很厲害 好 好 那就先安裝它 好 原來我剛剛看到 頭盔還有一個可動 就是兩個耳朵 看看能否捏出來 下面 重點是下面 嘩 嘩 是虎佬 虎佬 我也想說 像虎佬 好 拿回槍 再繼續 好 或者我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 也是一句 整個東西 都是用了這個珍珠式的塗裝 最精彩當然是背部的氧氣筒 有很多彩珠 彩珠 給大家看 一不做而不休 一不做而不休 一樣是用了透明件 可以看到裡面的彩珠分佈 當然 開了耳朵 你也看到 那邊有沒有 那邊有沒有 Series呢 真不知 要看之前那幾隻 因為之前那些 即是說是第七 或者第八隻 但本身應該是Double一款 對 有幾隻是轉了顏色 對 好 大致上 今次 FreeZero聯繫 Caniswork 的Samsam 就是這樣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去Lock on 和Lock on 的eShop 購買 九百元 九百元 沒錯 希望題外話少少 我希望早前疫情要緩和 比較多玩具展 展覽 所以希望 很快有機會見到Kenny老師 可以和大家簽名 等等 好 待會見